201出租汽车具有单日单车运营流动分散运营等特点 驾驶员应充分认识运营治安问题的严峻性 加强防范自觉遵守法律 遵法遵纪守法 202出租汽车预的结实 使用车载卫行定位系统具有报应快定位准等特点 一听这么说就知道那肯定是对的 203遇到乘客携带危险品乘车时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耐心告知乘客 危险品不能携带乘车正确 204途中所示物品属于危险品 这是鞭炮吗 禁止乘客乘坐出租车时携带 正确 205酒精黄林农药都属于危险化育品 206铺就有毒气体火灾时 铺就人员应穿戴防毒面具和相应的防护用品 站在上风处使救 这是正确 207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若发现乘客携带危险品应当紧急制动马上停车 这个还不至于这么夸张 所以这是错误了 208烟花爆竹火柴都属于危险化育品中的爆炸品 这个错误 因为火柴不是爆炸品 209途中所示物品属于危险化育品 这属于消息器 防止乘客乘坐出租车时携带 正确 210毅燃液体一旦起火 不可用水铺就 正确 211说出租汽车驾驶员只要怎么怎么样 就可以避免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很明显是错误 212只要怎么怎么样 说行车中就可以缩短跟车距离 并适当超出限速 当然错误 213出租汽车驾驶员小明 载运乘客中看到前方机动车信号灯 黄灯亮 仍然加速强行通过 是为了怎么怎么样 当然这是错误 214说小王认为前车速度较慢 他可以缩短于前车距 兼距并鸣笛 以示意前车开快点 或者赶紧上路 这是不文明 215 雨天行驶光线昏暗 能见度低 驾驶员四线 遗受影响 无法清晰观察路况 OK 这是一个客观情况 但只需 你看到只需俩字 就知道这题是错误的 214 高音天气行驶 车辆轮胎温度高 行驶中一发生暴胎 正确 217 雾天能见度低 看不清前方的路况 应进入应急车道行驶 相对安全 这是错误的 218 驾驶出租汽车 通过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 要加速通过 错误 一听而看 三通过 219 驾驶出租汽车通过阳尘路段 要低速慢行 必要是可以开启车灯 试译 诶 正确 220 驾驶出租汽车 遇到窄路 坡道 尽管安处 汇车时 要低速慢行 必要是停车等待 这是正确 221 驾驶出租汽车 通过弯道时 可以加速超车 提高通行效率 很明显是错的 弯道不能超车 222 雨天驾驶出租汽车 要与路边行人 保持更大的间距 避免泥水 见误行人 正确 223 雾天能见度比较低 驾驶出租汽车 应当开启雾灯 进光灯 视光灯 前行卫灯 必要是开启 危险暴警闪光灯 OK 这是正确 224 车速较高时 遇到紧急情况 驾驶员应用 采取急转方向 车速较高的时候 一定不能急转方向 是先降低速度 所以这题是错误的 225 出租汽车驾驶员 发现乘客遗留 可疑微信面 应当立即暴警 OK 这是正确 226 汽车车外后视镜 和前下视镜 应当固定可靠 不得调节 这是错误的 是可以调节 227 如果轮胎有箭头 则表示其方向性 左右车轮可以互换安装 错误是有方向性 不可以互换安装 228 驾驶员要根据车型 控制装载量和车速 经常性的超载 不但加大了爆胎的可能性 而且可能引发 悬架变形和车身损坏 OK 正确 229 机动车在发动机运转 及停车时 所有连接部件 均不应有明显的 渗漏现象 这是正确 230 驾驶同一组上的轮胎规格 和花纹应相同 轮胎规格应符合 整车制造厂的出厂规定 正确 231 机动车在平坦硬实干燥 和清洁的道路上行驶 不应跑偏 即转向盘 不应有摆震 路感不灵 或者其他异常现象 当然是正确 232 高速行驶保持车距 避免不必要 或者经常用的制动 可以减少对轮胎的损害 正确 233 驾驶员发现 由于气压过高 造成轮胎过热 不允许采用放气 向轮胎上浇冷水的方法 来降低温度 OK 这是正确的 234 汽车更换心态后 可不做动平衡测试 直接使用 错误 一定要做动平衡测试 235 由于超载 超速行驶 轮胎气压过高等原因 可能会引起轮胎爆裂 这个体重其实不是太严谨 轮胎气压过低 更容易引起爆胎 但是他这么说呢 也不能算错 答案是正确 236 装有防暴死制动系统的 汽车采取措施的时候 感觉到制动踏板 发生震颤 这是防暴死制动系统 正常的工作特性 OK 这是正确的 237 采用尾气厚处理装置的 发动机 可以降低 氮氧化物排放 正确 不然这个尾气厚处理装置 干嘛用呢 连氮氧化物都不能降低 是不是 238 防暴死制动系统 涡轮增压 以及尾气厚处理 可以提高 汽车的综合性能 当然是正确的 239 出租汽车驾驶员 出车前应对制动转向 传动灯光 等部位进行检查 调整和紧固 确保行车安全 括号 还应包括悬架信号 这是错误的 这种日常的维护 不包括悬架 日常维护 咱们说是扫 扫 看 扫呢 就是打扫 清洁 扑就是补给 看呢 就是安全检视 241 日常维护 是由维修人员 每日出车前 行车中和收车后 负责执行的车辆维护作业 是错误的 因为不是维修人员 而是司机 驾驶员 241 收车后 驾驶员应当 视情况补充燃油 润滑油 冷却液和电解液 当然正确 242 车辆二级维护 可根据车辆的技术状况 适当调整作业周期 这是错误的 243 行驶中 驾驶员应定时观察 仪表及警告信号的显示情况 显然是错误的 是随时观察 244 车辆一级维护作业的内容 除日常维护作业外 以清洁 润滑 紧固 并检查有关 制动操纵等安全部件 正确 245 出租汽车车辆的 一二级维护 必须按期进行 正确 246 在出车前 要检查和调整 转向节 转向节 并自动提片 悬架等 以确保行车安全 这是错误的 这是二级维护的内容 247 汽车维护 是保障汽车安全运营的 基本制度 目的是贯彻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的方针 当然正确 248 离合器踏板 自由形成越大 分离越彻底 这是错误的 自由形成 就相当于是无效形成 跟分离没有关系 249 车辆机油杂质过多 或者机油变质 造成主油道堵塞不畅 导致机油压力过低 这是导致机油压力过高 250 离合器打滑 表现在汽车起步时 完全放松离合器踏板 发动机动力 不能完全传递至变速器的主动轴 使汽车的动力下降 起步困难 这是正确 251 自动跑边的原因 由车架变形 前中一位 前述不合要求 转向机构松矿 及2000钢板弹簧弹力不等 OK 这个看起来太专业了 咱们就知道 这题是正确 252 发动机运展中 机油压力表显示值突然增高 说明汽车发动机机油压力过高 应及时吸发动机进行诊断维修 正确 253 制动鼓边缘有大量制动液 说明该轮分崩批外压翻 或者严重损坏 这会造成制动失效 OK 比较专业的东西 咱们知道 正确 OK 254 汽车离合器故障 由离合器分离不彻底 离合器打滑 离合器发抖 离合器异响 正确 255 变速器齿轮油品质下降 亦造成变速器挂挡困难 OK 这是正确 256 发动机异响 与转速 复合 温度 缸位 工作循环 润滑条件 等等多种因素有关 这是正确 257 行车中发动机出现过热 应立即靠边停车迅速熄火 以防发动机出现黏缸现象 发动机过热 不能立即熄火 让它怠速运暖一会 如果立即熄火 反倒会出现发动机的黏缸现象 所以这个说法是错误 258 汽车离合器应结合平稳 分离彻底 工作时不应有异想 抖动或者不正常的打滑现象 这是绝对正确 259 汽车节能驾驶 应以安全为前提 没有安全 节能就毫无异议 当然是正确 2610 销声器功能主要是为了给 消除部分噪音 所以其损坏与燃油消耗没有关系 错 这是有关系的 261 当车速过高时 空气阻力等明显增大 燃油消耗随着车速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车速过高 不利于节省燃油 这是正确 262 电喷汽油发动机 启动时不需要踩油门 因为电喷汽油发动机 控制油门踏板的是 节气门的开度 供油量 以及浓混合器 都有电喷系统自动控制 正确 263 齿轮油粘度 抗磨性 以及温度性能不符合要求时 油耗会增加 正确 264 行车中 当感到动力不足 应及时捡挡 增大 加速踏板的开度 亦减少燃油消耗 这个是 错误 为什么呢 动力不足的时候 及时捡挡 OK 这是对的 加大 加速踏板的开度 那只能是更耗油 265 汽车在运行中 档位的选择 与换挡弄子 都对燃油的消耗 影响很大 正确 266 为了节约燃料 汽车使向短而抖的坡道时 采用低速挡 加速冲波 利用汽车惯性 冲上坡顶 不是低速挡 而是高速挡 所以再提示 267 空气率经济太脏 会阻碍空气流通 从来减少燃油消耗 错误 是增加燃油的消耗 268 冷却系统状况不良 正常的温度下工作 燃油消耗量会增大 这个是正确 269 较长时间停车后 应当发动机关闭 可以节约燃油消耗 减少汽车的噪音污染 正确 271 行车中 驾驶员感到动力不足时 可猛踩加速踏板 增加动力 防止频繁换挡 这样可以节约燃料 这是错误的 感觉动力不足的时候 就要降到 271 汽车噪音 主要来自于汽车排气噪声 发动机噪声 轮胎噪声和喇叭噪声 正确 272 道路交通噪声 主要来源于运行的机动车辆 其中以汽车噪声的影响最大 273 经济车速 是指汽车以直接挡 或者超速挡 行驶时 燃油消耗量最低的车速 这是正确 274 说氮氧化物 是在高温缺氧的 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危害物质 不是氮氧化物 是氧化碳 275 行车速度过慢 发动机的热效率低 相对的污染排放就会少 错 排放也不少 排放会增加 而且油耗也会增加 276 不必要的加速减速和停车 都会增加废气的排放 正确 277 驾驶员定期检查发动机 底盘等胳膊界的润滑状况 能够减少汽车对环境的污染 正确 278 合理选用燃料 润滑油和轮胎等 可以降低燃油消耗 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正确 279 高于70分别的造成会使人心情烦躁 疲倦 工作效率下降 甚至引发头晕 失眠等病症 正确 280 说一氧化碳排放 与地球温室效应无关 其实你一看这句话 就知道肯定是错误的 但是为什么错呢 其实一氧化碳 还会向二氧化碳转化 281 燃油附加费下调后 驾驶员可按原燃油附加费标准 向乘客收取费用 当然是错误的 降了之后就是降了 282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本区域内营运过程中 可以依据燃油价格等因素与乘客协议确定车费 这个价格不是你协议的 那是政府定的 283 在服务过程中 因驾驶员与车辆 或者说车辆枯障等原因造成了服务中断 乘客必须以计价器实际显示的金额支付车费 错误 284 出租汽车运驾 实行政府统一定价 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遵照执行 那绝对正确 285 电招出租汽车是指通过电话网络路边呼叫装置 呼叫中端等方式呼叫出租汽车正确 286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交付出租汽车专用发票的乘客 可以拒付车费正确 287 出租汽车机架器可以自行安装维修 很明显不能自行安装 不能自行维修 288 出租汽车载客在机架里程内可以不使用机架器 也得使用机架器 所以这是错误的 289 出租汽车机架器损坏或者机架器数字显示不清晰 可以继续运营 当然是不可以继续运营 得拿去修了 290 交付乘客的出租汽车发票 可以不必与机架器显示金额吻合 很明显的错误 291 出租汽车机架器应当按照规定周期检定 不得私自改装调整维修 当然 292 出租汽车必须确保机架器完好与效 计量准确 293 出租汽车机架器与空车代租标志应联动 即显示空车标志时 机架器显示数字应为零 这是正确 294 驾驶员未使用机架器积费 乘客也必须支付租车费用 这是错误的 不使用机架器 乘客可以拒付费用 295 乘客乘坐出租汽车过程中 如遇等候时 等候费有机架器自动加价 这是有 计程计时 296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 执行收费标准并主动出具有效车费票据 297 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抢救伤员时 要注意隐蔽性损伤 如脑出血 腹内脏器出血等 298 出租汽车一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驾驶员要沉着冷静 稳妥处理 将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299 出租汽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 如有乘客在车内 驾驶员可以请乘客帮助寻找事故的目击者 正确 300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 肇事车较逸 驾驶员要寄清肇事车辆的车型颜色特征 及逃逸方向 以及逃逸驾驶员的提茂特征 当然正确